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破口大骂 因为捐款让我们想到了美美 红十字 朋友是四川人 汶川地震时他家乡也是灾区 救济款一直没拿到 可我俩还是给红十字会捐了一千块钱和两箱矿泉水 后来郭美美红了 红十字流氓了 我俩发誓再也不捐了 直到现在我都认为这是个正确的选择 文章说 我还以为发生了郭美美事件后 暂时不会再有什么捐款活动了 因为中国慈善管理制度的漏洞瞎子都能摸得着 应该先把这些漏洞弥补了再说 再有 老百姓也知道政府不缺钱 他们也知道老百姓不再那么好忽悠了 但我没想到他们还真好意思舔着脸再向老百姓要钱 国家就是机器 不是有血有肉的妈妈 只要有灾难 国家的捐款就应当立刻启动 可这部机器既没有东方人的耻辱感 也没有西方人的原罪感 那么多捐款去向不明 辜负了全国人民的善心 没有一点羞耻感 那么多捐款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 辜负了全国人民的期待 没有一点罪恶感 有的只是厚着脸皮 想方设法再向老百姓要钱 我打开所有的网评 没有一个愿意捐款的 人民渐渐聪明起来了 老办法已经忽悠不了人了 文章最后说 要稳定 没问题 谁不想安安稳稳过日子 但是不能总把人民当傻子 而且还是以狼来了的方式骗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捐款不再涉及美美 豪华车 万元大餐和贪官 那时候我一定捐款 因为我和很多人还是善良的 请不要剥夺我们行善的机会 网友发帖说 什么叫稳定国家 稳定国家应该是 一 人人都可持枪 却没有人想闹革命 二 人人都可以骂官 官却不能骂民 三 到处有人抗议 却没人趁机闹事 四 媒体充斥坏消息 却没人想着移民 五 政府可以随时倒台 但老百姓房屋绝不会被强拆 六 航天飞机可能出事故 但食品药品绝对安全 七 有最先进军队和武器 却只对付世界上最流氓国家